西南七流引进的大雨 民众最关心的就是市府的防洪排水设施 准备的怎么样了 代理市长许立明在主持灾变工作会议中 要求公务还有水利单位 务必要上井发条 操作人员要随时待命 才能确保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受到西南七流增强影响 南部地区持续降雨 高雄市灾害一面中心26号晚间6点半 提升为一级开设 并在七点召开豪雨灾害一面中心 第六次工作会议 代理市长许立明要求相关局处 持续保持高度警戒 随时掌握豪大雨特报及各地降雨量 及时预警 以确保市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真的是大家务必提高警觉 那另外一部分当然 我想其实经历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其实说实在大家也都很辛苦 那你务必各单位局处里面的 这一个人力的调派啦 轮值啦等等的 其实这一定要 这个大家相互合作啦 互相这个cover 徐立明表示 目前志鸿池持续排空 要求水利局加强巡视排鸿道 避免杂物阻塞 另外抽水站以及移动式抽水机 务必确认油料充足 操作人员持续待命 如有障碍物一定要立刻排除 我想我们水利局包含这个有抽水机组的各个驱工所 跟这个包含海洋区啦等等的 其实在运作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想这个机具的保养 有料的补充 那人员的这个待命 那甚至是这个我们在人员的饮水 产食上面要特别留意 徐立明也要求公务局接养工处加派人手 进行道路坑洞修缮 确保用路人行车安全 同时也请原民会及市会局 掌握山区撤离人数 一旦达到撤离的警戒值 也要立即通知尽数撤离 港都新闻王思武林亭阳采访报导